不在真實中拒絕假選舉 七七獻章連署人共黨下台後捷克首任民選總統哈維爾 在去年年底辭世世間愛好民主爭取民主的志士無不哀動 哈維爾曾以後極權形容蘇聯鎮壓布拉格之春運動後的捷克 人們已經不相信當權者的意識形態謊言 只是因爲恐懼所以才假裝相信 因此他呼籲人們從良心出發去活在真實中 追求自己的真實生活 因爲真理的細胞逐漸浸透到充斥謊言的生活軀體之中 最終導致其土崩瓦解 現今香港社會 充滿後極權主義的特徵 當中由以特首小圈子選舉制度為甚 主流傳媒努力營造假象 令普羅大眾誤以為自己有份參與 更可悲的是 澳清泛民主派的政客 竟然三番四次參與特首小圈子選舉 支持他們的學者環繞雪城市假棄真造 而今次他們要參與以特首 以特顯它荒謬的這個小圈子選舉 但是他們忘記了他們說要凸顯的這個荒謬的特首小圈子選舉 正是他們2010年6月25日在立法會投票支持的這個特首選舉的辦法 但是哈維爾如果全下有知真是不知有何感想 2005年7一遊行和2007年的3月25日 先後有人舉辦民間公投 當中有票站有依照秘密投票的原則 設有完全掩蔽的獨立投票箱 身份驗證也是用古老但行之有效的打手印方式 而2010年的五區公投運動 當然是按照香港的選舉法律進行 但是今次泛民初選的票站是在露天的公眾地方 iPad或者筆記本電腦投票處也都只有紙皮箱局部掩藏 未能確保投票意向保密 更加離奇的是為了驗證身份 投票者要輸入身份證號碼 雖然他們聲稱有加密措施 但是世上所有的電子加密都有被破解的可能 所以大家去投票的時候 如果他要輸入身份證號碼 你投了這一票 你就準備第一有人用你的身份證去申請信用卡 或者財務公司借錢 接著你就背債 所以這個希望大家聽到投票的時候 真的要小心 還有問過他們 究竟那個加密的程度去到哪裏有沒有保證 這次泛民的所謂電子初選 是一種變相的記名投票 況且即使泛民這次是民間初選 用回以前民間公投的方法 試圖以民意基礎美化小圈子選舉 進一步誤導群眾最佳一等 最後人民力量要特別譴責何俊仁 他最近在回應學者文章中 竟然說03年50萬人大遊行之後 北京仍然試圖強推23條立法 最終是因為自由棟倒閣 政府沒有足夠的票數通過才作罷 這種倒閣為因 侮辱群眾運動的說法 是不配領導民主運動 我們在這裏強烈譴責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 侮辱03年七一遊行的群眾 不論在民主運動的大原則 或者技術的層面 這次的泛民電子初選既不應該也不可行 人民力量要活在真實中拒絕假選舉 我們會繼續動員群眾 以公民抗免的方式 推動本土民權運動 取得爭取普選和自治 人民力量執委會 2012年1月7日 各位 我們這次的抗議 是要提醒香港人 泛民主派搞這個所謂特首的初選 是欺騙群眾 出賣支持民主的選民 我們要在這裏一再強烈譴責 還有 在這個特首選舉投票日 人民力量會動員群眾 包圍投票站 我們在這裏叫幾句口號 然後呢 我們一會兒也有很多朋友會入場 有些說要支持馮劍基 有些說要支持何俊仁 是吧 支持何俊仁 我們在這裏叫幾句口號 反對小圈子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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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圈選舉 小圈子選舉 小圈子選舉 朱九不如 朱若不如 我要真� tok水 我要真�pet�� 反對小圈子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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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民小圈子選舉 不義 法民小圈子選舉 武術 特首小圈子選舉 不義 特首小圈子選舉不義 特首小圈子選舉不義 我們要震爆選 我們要震爆選 一人一票小特首 拒絕假選舉 活在真實中 謝謝大家 我去清晚大騎士 不要碰他 待會他會說你出禮 我會很熟 你看 你花給陳女士 吃滿麵飯滿地 這個混豬島的本土 你是混豬島的女人 豬島尖目尺 不要跟我來 不要跟我來 不要馬上來 不要馬上來 不要馬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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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民主黨一樣 像民主黨一樣 民主黨一樣 是 人家的 完全沒有形象 你什麼樣的 你笑到你 你笑到你 為什麼要反而很清楚 大陸一人一切 一不精道 一不精道